抬不到两个礼拜赚了14.5元 虽然说只有11.6% 跟那种什么两三成三四成 好像还有一段距离 大家还是要务实一点 大盘才刚刚跌完2200点 昨天还跌600多点 那就像我说的 只要大盘稳下来 洞翔如果很快就冲上去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么美股也好 雅股也好 最近的震荡都很大 那主要还是来自于 美国最近出现了很多的突发事件 那比如说上个礼拜 川普突然间遇到抢级袭击 差一点 差个零点几公分 他就去天堂了 但人家就说大难不死 天选之人 所以市场就认为 就说他看起来 好像笃定要当选美国总统 但是你也知道 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口没遮燃的人 在前一阵子他才说 只要中国大陆攻击台湾 他就要直接用飞弹射北京 结果前两天专访 他又颠倒来颠倒去的 他就说他不晓得 为什么要去保护台湾 他觉得台湾应该要多缴一些保护费 而且他认为台积电台湾 带来抢收很多他们的晶片生意 这个都是他就是大家听听就好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口没遮燃的人 所以大家真的听听就好 当作是一种狂言就可以 但是事实上他就造成股市的震荡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他看起来当选几率是高的 那昨天拜登突然间又宣布说他要退学 所以雅谷是先跌 但是到了晚上人家美股反而就做了一个反弹 可能大家觉得就说开始又平衡了 民主党共和党两个阵营 虽然说川普一面好像比较大 但附中的贺锦丽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之下 目前最新民调显示好像只差1% 所以可能还是有得拼 所以股市美股很快就直稳了 主任费半身是涨了4% NASDA这个NVIDIA也大涨 NASDA表现也不错 台电的ADR也反弹 所以台电今天股价也又跟着弹升上来 目前涨27块 盘通最高涨了超过30块钱 对于指数的贡献就又超过200多点 240点 所以就推升了今天台股 昨天跌600多点 今天盘通最高涨531点 回到22788 那目前还涨466 在22722左右 那是一个蛮大幅度的反弹 那如果你记得我昨天怎么讲 我说其实当这个指数跌到了季线附近的时候 我认为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比较喜欢用65天66天 那以昨天来说季线在21951 今天上升到大概22000 所以我昨天就告诉大家 就说你就抓大概22000 那昨天最低点刹到22130 2130 虽然说还没打到65天的均线 就是所谓的季线的部分 我比较喜欢用65天 因为一个月交日 它不只是20天 一季绝对不止60天 那65天是比较准的 所以它虽然说还没点到季线 可短线跌了2200多点下来 接近季线其实就差不多了 最多点到或点破 我相信都是要往上 因为回头你去看 从今年的1月份曾经点到季线 那一路涨到现在7月中下旬 在这么长的7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季线连碰都没有碰到过 所以多头其实季线本来就是很强势的一个支撑力道 支撑点 除非遇到突如其来的重大利空 它才有可能在短时间现在跌破季线 不然机会都不大 机会都不大 所以呢 4月那次回档没有点不到季线 其实昨天也没有点到啊 也没有点到 所以短线跌2200多点 季线前刹车今天开始反弹 我相信这个都算在预期之中 所以我就说季线附近 大概就差不多要指纹 但你不要预期说这边要V转哦 因为再来要公布财报哦 然后美国的拜登退选之后 是不是贺锦丽出现 他要经过一个民主党内部的程序 等于是一个简单的初选 谁出现还没有定案 但比较有机会是贺锦丽 但这中间他还是一个就是不确定因素 所以在这不确定因素还没完全理清之前 以9月份将要降息的机率越来越高 指数在这边不容易做一个V转挑战前面高点暂时我认为不会 而且要公布财报 美国台湾都是 所以比较有可能是谈到月线附近23378附近 23000大概三四百点的这附近 就开始进入一个打百只一个区间整理 这个几率最高 那呈现量缩的区间整理的几率高 所以你不要预期说行情会做V型反转 但是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再来就是进入第三季的出货忘记 所以谁后面有接到新的订单的最好是大单的 七月份营收要往上跳第三季往上跳第四季更好的 那是最棒 我前两天我就说 你就听我听我的预言 我说只要大盘直稳就好 不要说V转直稳 不要再跌 稍微反弹一点就好 强势股票瞬间冲上去给你看 那今天最好两个例子 689千步新密 盘通涨超过9% 最高来到136.5元 股价顺势创了 这一波的新高 而且如果还原回去 全值回去的话 今天已经有再度突破当初三月份的高点 所以说严言尤在耳 我说大盘只要直稳强势股 马上冲给你看 另外一档 安国 早盘9点半左右就先亮灯 刚刚又再度亮灯 那目前股价是涨在9% 随时亮灯所做 同集团的神盾 今天表现也不错 也不错 昨天告诉你不要再杀低的 年限附近随时反弹的 金利科早上开低 你如果去杀了现在涨5% 一来一回差大概14% 也哭哭啦 也是哭哭啊 所以唐宁到这一边整理 我认为短线指数的整理已经交代了 你不要期待他V转 但你可以期待是特定的中小型股 只要有业绩题材的 财报题材的 再来会非常的强势 所以我认为再来会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赚钱机会 大家要好好把握 金利科我再重申 X86处理器 PCI的进度相当顺利 我估计7月份的营收 会比6月份的5000多万 持续成长向上 我就说未来回头看 maybe6月份的营收 会是相对的低点 随着新的暗制度续进来 营收会慢慢跌上去 再到后面当它开始进入量产的时候 那明年的营收就是好几倍在跳 所以营收持续向上 短线因为特定人士 出股票换股打下来 这就是一个最佳的转折点 那我们持股就续报了 续报 那就等待后续利多的发效 然后刚提到了安国 昨天人家跌600多点 它就已经令市涨6%了 今天有再度亮灯涨停办 这个就是我说的 如果你买的是趋势对的 数字对的 所谓的金平股 遇到那种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被暗杀的那种突发事件 大家都跌的过程 你跟着跌叫做合理 但是你底气强数字强 你就比别人抗跌 这个就是金平股的一个相对的优势 所以人家昨天大跌 它逆势 当然前两天也有跌 结果人家今天稍微反弹 它已经涨停板了 那上礼拜高点是1190 对今天涨停板的高点 来到184.5元其实就差不了多少 照这个速度明天应该就过高 所以你看我们就安然度过 这一波的行情的震荡2000多点了 这跌的不是没有在扫数 7月份美系的大客户 AI加速器的新人案子 预估权益性开始入账 但我还是要讲 权益性入账 它可以逐月慢慢认 要怎么认一次认多少 这只有财务长会知道 但是据我了解 这个权益性入账 金额并不小 它是有机会推升 营收不止大增 有机会挑战历史新高 有机会 有机会 所以股价强势是有道理的 在下半年正式进入到 转型AI股 ASIC业务 开始陆续灌进来的一个 这个明确的成长周期 所以就说股价要去挑战 半年前的224的高点 我相信这一波是大有机会 大有机会 并且是大好机会 那神盾在应该会有新的IP投资产 并且好像也会有新的IP的业绩要进来 所以今天股价表现也可以啊 没有安国那么强啦 那神盾表现也不错 我就说大概这一波IP股 如果要有行情 神盾集团应该是领先指标 然后 新顶也将进入到 ASIC入账的全新周期 今天呈现一个 大概小涨大概3%左右 股价就慢慢增温 所以整个集团机会没有开始都趋势都向上 那最强的当然是安国 那再来我认为神盾跟新顶其实都有机会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会考虑操作标的 然后刚提到了 今天大涨的潜伏机密 其实上个礼拜就很强势了嘛 礼拜三涨6.5% 131 礼拜四涨4.2% 135 完全值138 创新稿 礼拜五稍微回答 礼拜一呢 昨天大跌嘛 600点嘛 昨天他跟安国一样也是逆势往上 就今天盘中最高136块半还原全值139.5元 不管你有还原没还原都创新高 都创新高 这一波买125块 先创新高遇到大盘跌2000多点回个一天而已 马上转强上来 我真的是超级强势过 那一二五 一二三四五六七天 还不到两个礼拜赚了14.5元 虽然说只有11.6% 跟那种什么两三成三四成 好像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大家还是要务实一点 大盘才刚刚跌完2200点 昨天还跌600多点 可以在这段时间逆势赚十几%的 这个都是超级强势股 那就像我说的 只要大盘稳下来 这种强势股很快就冲上去了 安国如此签付亲密也是如此 然后我说因为我确认 他拿到欧美一线的 办法委社会大厂的代工大单 两年总金额50亿 那他去年营收只有13亿多 就算今年给你收到15亿 那明年额外加25亿 就变40亿 这样的成长幅度 其实你放眼 所有商务公司恐怕也并不多 国家要大厂是很有道理的 那再来 川普可能当选美国总统几率高 所以忘了是哪一号人物 他阵营的人最近发表谈话说 他认为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要占GDP的大概5% 5%是什么概念 现阶段过去几年我们国防预算 从大概2%慢慢增加到2.5% 川普正认为要5% 也就是说他希望我们国防预算可能要再增加一倍 那是多少 一年是好几千亿啊 四五千亿的预算 所以今天军工股表现也都不错 那千亿金并也有航太相关的军工订单 所以他是两个题材啊 半导体设备新的代工大单以及军工的题材 所以人家今天股价强势也是有道理的啊 所以他是不是就符合我说的 只要大盘一直稳 股价就冲出去给你看 虽然说现在 小赚个11%好像还不多 但是最近很多股票都在破底内 这已经很厉害了啦 然后勇德今天谈中涨5.2%来到84块半 创高回档两天第三天开始转强 AI的订单 800G的新的产品 7月份陆续出货 一个是出为广达 一个是出为质邦 网统大厂系统大厂 会带动第三季第四季的营收一路向上 下半年单季有机会回到两块钱的水准哦 那我保守估计第四季超过一块 但是有机会上看两块 明年是8到10块钱的水准 以现在股价从93.9元拉回到大概84块 本因比真的只有10倍 真的只有10倍 如果明年赚到10块本因比甚至只有8倍 人家都是二三十倍 所以这个空间也是相当相当大 那另外一档是814系的震灵 我今天就没有印到资料啊 跟勇德差不多的节奏都是7月份开始出AI的新的产品 也有出货给广达 中端客户给NVIDIA使用 未来是NVlink供应商之一 这也是大有机会啊 然后微强电 传统小涨2.7% 前天过高昨天拉回 今天又开始做直温反弹 配3.5元的时候当天直接填席 回当两天 今天又开始转强 确定拿下H20B20的制服器的订单 你不要担心它主要是以台湾客户为主 所以NVIDIA好像美国说又有新的限制 未来H20可能大陆不能销售 但它是以台湾为主 所以这个问题不大 第三季开始出货 据我了解正威的算力中心 会用到它的产品 所以业绩会开始拉升 第四季放量 明年再改出B20的 全年上看15到16块 今年大概7到8块 也是一个层间翻倍的走势 过去与工业电脑为主 本预比大概10到12倍 所以7到8块 股价大概100块钱 差不多啊 但是明年15到16块 但是它从工业电脑跨入AI 那AI的本预比就不一样了 工业电脑叫10倍 AI叫20倍 光是P-re-rating的 那个本预比的调升的行情 恐怕就超过100%以上 那问题是获利成长100% 本预比如果也调升100% 那2×24倍 哇那空间就不得了 先不要讲那么多了 我相信本预比如果15倍的话 股价其实就有140%空间 我相信未来这个也是一档 货真价实的 有数字的精品标 然后GV200的运营店 算是最近打回来整理 但GV200的测试订单是全球独家 7月份小出8月份近500台的新的机台 营收降回大行 然后外资连续回补两天了 投信持续性的买超 已经买超过大概2万6千多张 我认为这早晚要大涨 老实说股性有比较牛皮 但是后面转机性质 业绩非常强势 等一个发动点 我相信这个忍耐一下后面一定有打 然后这两天跟大家聊很多 就说GV200最近问题很多 那个AI伺服器先有发烫问题 又说有漏水的问题 所以发烫问题现在好像暂时解决不了 所以B架构的发烫问题 是一个CPU搭配两个GPU 效能比较强但是比较烫 发热问题一万小时之后 那个发烫问题目前解决不了 所以订单先转到A架构 一个CPU搭配一个GPU B架构以红海为主 A架构广达为主 所以第四季会爽到谁苦到谁 我认为苦到红海 爽到广达 所以你要买广达我也不反对啊 这波从股价从345跌到昨天低点283块 7千附近我昨天就说这也不错啊 这也是你可以考虑的标的 那发烫问题呢 会苦到双红跟齐红 因为他们是以B架构为主 所以第四季的一个大成长可能会暂时落空 当然今天也做了一个反弹啊 因为前几天真的是跌的有够惨 所以今天双红也反弹 齐红也反弹 因为传闻说漏水问题可能会找他们做解决 但是你还是要先解决发烫的问题嘛 你解决不了的话 只解决漏水问题其实这个帮助并不大 那真的验证测试没有发烫问题 并且以A架构为主的就是6125的光 那早盘最高来到112 前两天都逆势不跌嘛 那今天就稍微在人家跌正盘的过程 今天是比较没有涨到 稍微做拉回修正一点点 但我认为酝一波大涨 7月营收看好将先大增100% 几乎200的B架构发烫的问题转单给A架构 以广达为主要的系统厂商 配合的水冷的厂商就是6125的广运 所以不止7月份营收会跳一倍上来 8、9月第一世纪我估计是一路想上 所以这个后面我相信会有一个不过非常大的行情 在6月份6月初的高点140 我相信要突破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再来最新的受惠股不是只有广达跟广运 还有一档3XXX 它是另外一档GB200的转单的受惠股 那这两天刚好还在横盘做整理 这是在一个酝酿大涨前的最后整理阶段 刚好是布局的最好机会 所以这两天我们随时会进场做买进 昨天就说广运之后还有一档GB200发烫加漏水的转单受惠股 如果你想要跟比如说安国一样 或者千副金蜜一样 在前面发动点之前先卡位先布局 现在这个就是你最好机会啊 只要在我的YT或者在我们LINE下方留言加一加电话 那YT应该大部分都有加入了 没有加入你就在这边扫一下QR Code或者这个IDLINE 搜寻小小鼠S128178 你就加入你可以加入我的LINE官方账号 加入之后只要留言加一加上你的联合电话 让我们可以找到你今天一样50个名额 就带你领先优先卡位 广运之后的这一档最新GB200的 GB200的转单受惠股 祝大家操作顺利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